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文官体系的反扑呢 而对于报告的真实性 外交部不知可否却导向假新闻 说到打假新闻 跨部会联合行动了 认定离谱但标准一致 只要对蔡政府不利的 通通是假新闻 行政院盘点了5月份到现在 已经查出了712则假新闻 只是几个小时之后又说 不好意思算错了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带头示范假新闻 要不要先罚自己200万 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文大政治系教授陈一新 大家好 国民党代表李博弈 大家好 前新美市府发言人叶元芝 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员唐慧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外交官苏启成是不是含冤而死 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时候 谢长廷召开了记者会 记者会上振振有词 要帮苏启成讨公道 同时又为自己忙着澄清切割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同一天 却会被一封爆料蜜件给打脸 我们拉开整体事件的时间续 时间来到9月10号 那么当时就是大阪办事处 传回了外交部处理 强台燕子书师的检讨报告 同时还有分店驻日本代表处 换句话说 谢长廷应该也有收到 那么内容主要是 苏启成一间扛了 他说本处没有派员前往车站 或港口关心国人 让国人有感 难辞其咎 深感有愧职守 愿意坦然受处 可是就在这份检讨报告 发出去的四天之后 9月14号 苏启成在大阪的关顶 清生了 9月15号隔天 那么谢长廷原定要召开 日本六个管处的检讨会议 就在检讨会议的前夕 苏启成走上绝路 而时间拉到昨天9月19号 相亭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好 那他提到的是呢 如果台湾连假新闻都没有分辨 台湾自由体制呢 将会崩溃 好 将整体事件呢 又导向了假新闻 同时他也认认有词 帮苏处长喊冤 说要替他洗刷冤屈 要他帮他讨回公道 那么也一讲 在讲说外界老师要他承担 要他负责 但是呢 说你们批评了我几百件 我到底要担什么 那么另外呢 他昨天也提到的 就是呢 至今 不管是这个杂谎 还是大阪的两个管处的报告 其实呢 他都还没有看到 好 可是当西洋亭 在开这场记者会的同时 他不知道 其实台湾媒体的手上 都已经拿到了一份 来自可能是 外交部的深喉咙爆料的电文 好 这封电报呢 已经就留一大早 就发给各家媒体了 好 那么 换句话说呢 在接下来 9月21号的时候呢 外交部要召开考纪会 要对苏处长做出相关惩处 所以整体事件是否已经可以看出 包括9月10号曝光的 这一份相关的检讨报告呢 这个已经不是在还原事发经过 而是直接是自我惩处 认为呢 这个有愧职守要坦然受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过程当中 是不是已经有长官 要苏启程一肩扛下 你就扛起这个相关责任了吧 好 但是呢 回过头来 我们先来看到 昨天谢长平的这场记者会 如何被这一封爆料的 密件给打脸 他提到了就是 至今这个札幌 还有大阪两个管处的检讨报告 他都没有看到 但没有办法看到吗 这个明明这一份检讨报告 有分店驻日本代表处 所以我不知道 谢长平他是连看都没看 还是摆明了在睁眼说瞎话 现在整体事件已经不只是罗生门 而且是非常荒谬的罗生门 陈如宁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谢长平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大家都很质疑讲说 你担任一个驻日代表的职务 你如果觉得说自己是一个驻日代表 按照大家逻辑都会觉得说 你住在这个日本的 不管你任何一个办事处 理论上跟你之间应该都要有联系 所以现在问题就回到了 谢长平自己本身 你到底对于你的工作了解多少 还有你对于现在整个台湾 在日本的这几个办事处里面 你又了解了多少 您的时间区其实处理得很清楚 9月10号的时候 现在按照被爆料的文件来讲说 大阪办事处就传回外交部 一个疏失的检讨报告 并且分店驻日本代表处 好 现在大家更好奇的 这一份被爆料的所谓的检讨报告 到底是真还是假 那只能问谁 只能问外交部 因为谢长平搞不清楚 外交部不回应 为什么最可笑的是 外交部的发言人叫李献章 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居然讲说他没有评论 对 那还讲说如果真心是要挨到 这个苏处长的话 就不应该做这种消费 也不应该来做这种操作 那这个报告到底是真还是假 你没有评论 你有收到没收到都不知道 你开什么记者会 那我可不可以解读成他默认 他不敢讲 他不敢讲 为什么还回来看这一点 谢长平在这个事件里面 被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是 一开始谢长平确实他出来扛 很多人骂他的时候 他就说那我去了解吗 我去处理吗 我怎么知道隔天会地震 我怎么会知道干嘛 可是后来谢长平他讲什么 他讲说大阪办事处的任命那些 不是我管的 那是外交部 他那是外交部 你看他在这一次 他的记者会怎么切割 他一样继续切割 他说他相信两个管处都有检讨报告 但是报告都给中央 给外交部 他没有 我没有拿到 那对不起我们回来看9月10号 那到底谁在说谎 连外交部都不敢评论 有收到没收到 这个事情已经闹到这么大了 外交部居然人家问说 你到底有没有收到大阪的办事处的 这个检讨报告你讲没有评论 不要你评论啊大哥 你到底有没有重视 你们外交部的这些驻外人员 今天这个检讨报告 在他攸关的 其实真的不是只有苏处长一个人了 我刚刚讲说 今天这个大阪办事处 为什么闹到这么大的争议 就是因为一开始有人讲说 是不是有人接了电话的态度不好 那个时间里面包含民进党立委 很多人都讲说要检讨啦 不可以有这种不好的观感 那这些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 现在看起来这个报告里面 他提到就是说 对大阪的这个大陆驻版人员 确实有派员前往那边了解 那这个大阪办事处承认讲说 他们自己没有去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真的这份报告 那代表是过去大家质疑大阪办事处 可能你确实有输入的地方 这是为真 结果你们居然来一个字 来四个字叫做没有评论 那到底是怎样 如果你们没有评论 你凭什么后来要开考纪会 你拿什么东西来评断他的东西 所以才会有外交部的人 来跟我们爆料讲说 就有人 就让我讲更白一点 什么人有资格去讲说 要给人家考纪平等 就是你们这些部级的长官 你们现在不敢承认 大家都讲说没有没有 我们要按照这个考纪来看 你连报告都不敢讲 有没有收到你要开什么考纪 所以你回来看这整件事情 最嚣张最夸张的 其实谢长廷嘛 你连你自己的要做的事情都搞不清楚 你们说我要担我要担什么 要担什么你不知道吗 你如果连苏处长他们做了哪些事 你都搞不清楚 连大阪办事处做了什么事 有没有报告给外交部 你都搞不清楚 你凭什么出来讲说 苏处长有哪些冤枉 那我要替他洗刷 还他一个公道 你连人家做什么都不知道 这完完全全我讲的时候就嘴炮了 如果今天大家真的要看 真的不是说我要去惩处谁 让这件事情大家消一个气氛 我也讲说 我很早就公开讲 我说对于这些外交部辛苦的人员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转的 他们平常辛苦 也不要在这个事件上面说 就给他考纪平等或什么的 可是你今天外交部 连去承认或者否认 有没有这个报告你都不敢 这不是很瞎吗 再加上一个现场题 讲说我也没有看到 我相信有给 你凭什么相信有给 你凭哪一点 你相信他们有报告给出去了 连外交部都不敢评论的东西 你居然敢讲说你相信有给 所以我刚刚讲嘛 不是只有罗生门 是荒谬嘛 没错 所以才会反扑 才会干脆来爆料 来看看这一封密件公文 生喉咙爆料 当时在昨天一大清晨媒体 所收到的内容是 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他直接是给文字党而已 那其实有一段开场白的 我简单提一下 那么开场白写到说 看到苏处长自杀 那么作为知道内情的人 实在没有办法忍受 外交部五楼吴先生等人颠倒是非 他也直指呢 这个外交部也不敢 也无力让谢晓夫指 当然就是谢长婷 那么负责 所以呢 让常任文官背黑锅 而苏处长无奈之下呢 为了全体同仁的前途 一坚承担 最后是含冤而死 甚至说他写的这封检讨报告 其实就是遗书 好 那么这个内容呢 其中提到了这份报告 包括呢 检讨当时不是讲 中国大陆一直派车 接走了他们的人民嘛 好 那么其中也提到 大陆驻版人员确实有派员前往 全左野车站关切 那么本处没有派员前往车站或港口 关心国人 让国人有感 难辞其咎 那么同时又开始不断地认错 说本处欠缺高度警觉心 没有派员前往关心 会不会导致批评 将以此为教训 那么同时呢 这个苏启成处长 未能采取事实 适切对应措施 深感有愧职守 愿意坦然受处 好 所以这一份报告明明白白的已经说 摆明了就是上头要他扛责任嘛 那么甚至传出了原本接下来 9月21号要开的考纪会 是要将他调部益处 也就是成处要把他调回台湾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这是10号他发出的检讨报告 12号的时候苏处长其实还在演讲 那么14号就轻声 我们不得不问 这四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到底承受哪些不能说的压力 教授 我想这个苏处长 当然这里说是已死明智 因为他是在压力之下 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但他觉得又不甘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相关的事情就是 苏处长那个时候呢 正在接待潘孟安县长 后来那个县长还要求呢 把这个外交部把他下架 新闻下架 这就非常可疑了 这个县长说是他只是建议下架 其实就是要求外交部下架 这个他们用的字也很混乱 其实就是逃避责任 然后让苏处长一个人承担 但苏处长有苦说不出 有冤也喊不出 那么这个时候的谢唐廷更口笑 我们套句谢唐廷自己的话呢 合理的怀疑呢 他是被架空了 所以说大阪的报告他没看到 杂矿的报告他没看到 所以他是跟那个黄黄雄一样 初转会也是被架空了 他也是被架空了 黄黄雄说他三个月没看到任何的报告 那么这个谢唐廷呢 这个重要那么重要的事情 当然部里面所有在海外的部会 外交部的同仁他有报告 说至少要给三份 一份是给中央就是总统 那么另外一份是外交部长 然后呢 或者是相关的外交部里面的官员 或者再三份呢 当地代表说他还是要给啊 不能够装傻 我们并不否认谢唐廷有这个地位资格 去做苏日代表 只是他没有负起责任 而且把责任都往外推 没有一件事情不往推 然后呢 都把它推出于假新闻 包括我看在这个民进党的政府里面呢 这个大陆派车来接人呢 可能也是假新闻 就我们没有派人反而是真的 那个那是真新闻 他也不讲 真新闻隐瞒 假新闻呢 全部栽账给大陆 我觉得这个政府的这个心态可以 对的确 刚特别提到谢长廷嘛 总会回到上一张 来看看谢长廷呢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呢 他当时还是怎么说的 他呢 又把整体事件导向了假新闻 还说台湾连假新闻都没有分辨能力 那么苏处长呢 他要帮他讨回公道 那么甚至呢 话锋一转 还说外界一直说我没有担当 请问我到底要担什么 那请博弈告诉他 他要担什么 有人可以这样子明明白白 明目张胆 把自己的责任切割的一干二净啊 我想对于谢长廷而言 他的确不晓得担什么 他想他轻轻松松来担个驻入大使 很高兴嘛 下面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跟他什么关系 台湾的政府 各局处农委会啊 交通部发生事情 行政院长有负过责任吗 没有嘛 所以谢长廷他负什么责任 当然大阪办事处的处长 来扛就好了 其实我说真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 大阪办事处的这个检讨报告 大家仔细看内文 它根本就不是检讨报告 它是一篇道歉文 它里面讲了说 没有派人到车站港口关心接人 欠缺高住警戒心 未能提供满意协助 就讲这些东西 当然我想过 为什么要写出这个道歉文 因为很简单 主要的 我相信外交部已经定调了 已经是要苏处长来扛这个责任 因为在我们这个舆论的前期 大家所有的风头都是谁 都是谢长廷 有人知道苏启成是谁吗 没有人知道这是谁 所以他必须要让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稳出来 能够让后续来负责任 所以我相信 如果苏启成处长 没有发生这个悲剧的话 再过不久 外交部就会拿这个检查报告 要苏启成来扛责任 反正就是他了 就是他要扛责 对 因为一般人讲 会轻身 大概就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因为他真的自觉愧疚 所以他轻身 第二种就是因为 硬被强迫要背黑锅 他不堪受辱 那苏启成这处长 是哪一种情况 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应该不会是第一种 而且重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我们苏处长 发生这悲剧之后 全部的民党的 一票的立委 高官都定调 这是假新闻造成的 而假新闻造成的是 舆论的错 是酸民的错 但大家知不知道 会发生这件 所谓口中假新闻的 最原始是谁造成的 是某一个青绿的媒体 讲说是中国人才准上车 不是中国人不准上车 才引起这个导火线 但是发生这个事情完之后 居然 协长廷在那边哭泣 觉得很不舍他的下属等等的 可是大家看 他前两天开了记者会 他要担什么 我觉得这可悲跟可笑 他身为驻日代表 驻日大使 他不扛谁扛 表示我们民党驻外的这些高官 根本没有一个肩膀 再来我还要讲一下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一回发生这个日本事件 我们台湾人民 这么相信民进党口中 讲的假新闻 就是说有没有来接人 有没有来关心等等 因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因为台湾人民根本就不相信我们台湾政府 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台湾政府 没信心 而且更惨的是我们在心中都有定见 大陆就是在比台湾在国外更有外交的实力 跟它的强度 任何的事前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新闻 讲都是大陆是救谁 什么什么港澳台 什么一起救 我们在新闻上有没有看到我们台湾人 不过我觉得也是一种落差 一种感觉 你不是常调台日友好台日友好吗 对日关系不做得多好吗 结果到关键时刻怎么样了呢 关键时刻重点就是不是他的错 重点是谁的错 是大阪班的错 表示大阪班之处跟日本的关系不好 不是谢长廷诸日代表跟日本关系不好 我们民党的政府他们高官的逻辑很奇怪 反正只要有事情 他一定要先把周围切出一个安全圈 把这事情通通吹到安全圈之外 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 不管是大阪班事处 不管是驻入大使 这全部都是台湾派出去的 代表台湾他们是一体的 可是对于他们而言没有 而且刚刚昨天讲没错 从这事件发生到了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很差啊 发生这事情之后 日本也帮我们做什么事啊 没有啊 他全部的都是在说 大陆发生多好来接人啊 只是澄清说没有进来啦 但是还是帮他注明了 大陆的有到外面接 台湾自治都没有提 包括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有没有帮台湾的那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旅客 做什么后置的处理 通通都没有 从我们大阪办事处的 这检讨报告而言 只发现了我们就是疏失 而且更惨的是 这个疏失是因为 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们 而造成的疏失 代表日本对我们台湾而言 说真的 要钱的时候找我们啊 出事情的叫我们捐款啊 其他事情 包括外安妇的事情 我相信他们其实对我们台湾的处置 都不是不以为意的 说真的 在新闻界里面而言 不被爱的才叫假新闻 真的是不被爱才叫假新闻 所以现在民党政府该要做什么事 他该做的不是去打击假新闻 而是怎么让他重新被台湾人民所爱 这才是重点 不过看到整体事件 反正现在就是苏处长 一个人出来扛了嘛 闹出人命来了 那是不是含冤而死呢 显然在外交部或者内部人员 真的是看不下去 已经出手了 所以从我刚刚提到的 寄给媒体的这一份检讨报告呢 开场白有提到的 就是包括呢 他提到五楼的吴先生 然后呢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内部的说法 写法了嘛 而且呢 他利用了跳板城市 还隐藏自己的信箱 他就是怕被追踪到嘛 那么同时呢 发出的时间点 就是同一天哦 9月19号 昨天 昨天上午 媒体都收到了 收到这种 当然要进一步查证嘛 那么就在此刻 谢长廷呢 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所以他邀请的是日本媒体 他并不知道台湾媒体手上都已经有了这一份公文秘件 好 所以我必须要问是 这个爆料式高手哦 原志 对 我可以 第一个大家当然会去质疑说这个公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可以确定 依据行政院的做法 过去的做法 我觉得公文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绝对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行政院他现在有一个所谓的谣言澄清专区 对 你可以看这个谣言澄清专区 它的速度非常快 对 只要看到有任何的讯息是不利民进党政府的 马上一个澄清新闻稿就出来了 包括像昨天侯友宜开了一个反声傲的影片的发布的记者会 那他们也出来澄清 澄清说侯友宜所使用的影片里面有一个片段 有一个蓝莓电厂的烟囱有冒烟 他说这个是假的 但是实际上是真的 但是他们就发个新闻稿说 反应很快 反应非常快 但是这个 完全没反应 完全没反应 媒体追问呢 不说就是说 不说不说不说 所以按照过去反应数这么快 如果这个是假的话 外交部早就出来澄清的 那为什么外交部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澄清 所以我们就可以间接的推论说 这个一定是真的 那既然是真的 那外交部包括民进党政府到底在怕什么 他为什么会很担心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这个爆料者 他绝对是非常不爽 刚刚千伟也有讲到 今天这个信出现就是在昨天 那这个出来的时候 刚好是谢长廷他要开记者会的前一天 那就代表说什么呢 代表说这个内部爆料人 的确对谢长廷本来定调的一些说法 是看不下去的 那谢长廷本来是定调说 这一切全部都是假新闻的错 我们今天政府其实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这一切都是假新闻造成的 所以我们应该没事才对 可是这个信出来 其实大家刚刚大家看都会觉得很难过 就是很心酸 感觉他是一个刚刚柏里讲 他是一个道歉心 那外交部已经要 书起成一肩扛起责任 那么但是内部外交部内部是这样做 可是谢长廷却要对外说 这一切通通全部都是假新闻 那当然会让人家看不下去 就代表说你谢长廷 你就是两面手法嘛 你对外好像一副就是我们没有任何错 可是对内警要求处长来扛责任 所以这当然内部的人一定会非常生气 风向一转乾坤大挪移 好 看我挪移到谁身上 挪移到湘明身上 挪移到假新闻身上 于是又可以搬出 前置言论自由的国安法 NCC马上配合 说要加重罚金 你看这一套操作手法多么完美 我觉得整件事情 其实为什么谢长廷讲半天假新闻 一般民众还是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这到底跟假新闻有什么关系 这到底这件事情 就是你谢长廷个人的问题嘛 所以很多我的朋友 都会在问我说 假新闻到底是干嘛 到底谢长廷这事情 跟假新闻有什么关系 因为大家不了解 大家很直觉的就是觉得说 今天这个事情机场淹水 我们驻日的人员 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检讨 相关人员的责任 那当然对大责任就是谢长廷 可是跟假新闻 所以大家没有办法连结 那我觉得谢长廷真的是 很夸张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身为驻日代表 就是驻日的最高的行政首长 他居然可以说我要担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在我们国内 任何一个人都讲不出来 可是为什么谢长廷讲得出来 就是因为他在民进党的分量很高 你想想看蔡英文当总统之前 前一个是民进党是谁出来选总统 就是谢长廷 所以谢长廷是政治分量很高的人 那他的分量甚至在蔡英文之前之上 那蔡英文下面才是外交部 外交部听蔡英文的 所以外交部怎么管得了谢长廷 谢长廷这几天感觉是好像无政府状态 他出来随便爱讲什么又讲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制衡得了他 甚至连讲说他要担什么 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我很难想象 以前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务 我举一个例子 我过去在民政局服务 民政局管护政事务所 比如说板桥护政事务所主任 下面他有很多办事处 当然他必须要去管那些办事处的人 那难不成说板桥的其中一个办事处 发生事情 那板桥护政事务所主任说 我管不到那个办事处 办事处都是直接跟民政局回报 不可能的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谢长廷绝对是有责任的 而且我现在呼吁民进党 一定要出来追究谢长廷的责任 不可以让谢长廷每天出来讲这些 让大家听不懂的话 推个假新闻 而且谢长廷本身就是很会操作假新闻的人 大家记不记得他前几天在脸书上 po一个新闻 新闻照片 下面写一句话叫做 大阪办事处死光也不辞职 大阪办事处的死光我也不辞职 这是一个假的新闻照片 那他为什么po这个假新闻照片 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假新闻多明显 而且这个字体 大阪办事处死光不辞职 这个字体是中国大陆电脑才打出来的字体 所以我整件事我都没有责任 都是大陆的人在散布假新闻才影响到我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做 因为这句话很夸张嘛 但本人的死光也不辞 这句话是大家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们看谢长廷是不是就这样一路操作过头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可能是内部人员打枪吧 对不对 重重的一击 所以这摆明了就是内部人真的受够了受不了谢长廷了 慧玲 我觉得这个爆料事件恐怕在民进党执政底下还会层出不穷 那所以我也要提醒各位这个公务员员注意 因为民进党对公务员员可以说是穷凶极恶 一方面把这个卸任的这个退职金砍掉 一方面又要逼迫 你丝毫不给人家尊严的情况下 你还要逼迫人家帮你做牛做嘛 我们看到屏东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嘛 就是太嚣张啦 公然的胁迫公务员 说如果你假日的时候 你不帮忙从事辅选工作的话 你就准备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好了 这样子恶行恶状 我可以跟大家讲 民进党除了借这个理由 借一个公务员之死来推动国安法以外 他还会以后 因为他怕公务员以后的这个 让大家知道这个社会大众知道事实真相 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知法玩法行政不中立 所以以后呢 大概所有公务员开会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先检查一下 先过一下安检门 看你有没有带手机进去 然后开会不能带手机 因为手机就可以录音 因为他们怕未来的行政不中立 手机录音流出来的事件会层出不穷 我讲一下谢长廷这个事件 你们都不知道 民进党有一项功夫学得非常好 就是金庸小说里面那个 乾坤大挪移 也就是张无忌教主用的乾坤大挪移 怎么样叫做乾坤大挪移呢 就是自己人先骂 骂骂骂骂把这个大阪处长骂死以后 说你看就是言论自由杀人啊 就是假新闻惹的祸啊 所以我现在要立国安法 你知道他自己把他自己的角色抽离掉了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还原一下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谢长廷 如果第一时间 现在他又说 到底有没有去接人呢 有没有打到这个大坂 打这个求救救难电话呢 外交部第一时间是证实接到了 证实接到以后 要求住处严肃检讨 现在又说 到底有没有这个电话 我们还在查 那如果还在查的话 你为什么要逼迫写检讨报告 很显然的你就是认为错了 我跟大家讲 一路是怎么操作的 在PTT上 也有疑似民进党的支持者 操作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署名叫做IDCC 操作以后马上下架 就在一个处长之死以后 他下架了 他里面讲说什么呢 他说谢长廷被迫背黑锅 大阪处没有一个人 是谢长廷管的 没有一个人是谢长廷派的 没有一个人的烤鸡 是谢长廷打的 没有一份薪水是谢长廷发的 他名义上贵为驻日代表 但是只能管东京那块十五区 而且还说什么 大阪处这些人 就是十几几十年下来 跟当初国民党那些派去 不会讲日文的驻日代表一样 是一群垃圾的老油条 讲难听一点 叫做党国余孽 事后湘民继续追查他的IP 他的IP位于东京 而在苏启成自杀以后 这篇文章立刻从PTT上下架 请问操作的明不明显 在配合民进党的人士 不断地在放话 大家都在骂谢长廷 问题最大还是在 大阪办事处长身上 却没人知道处长是谁 谢长廷说 大阪不是我 大阪是属于大阪的 要搞清楚 我在东京不在关西 距离有五百七十二公里之窑 好 当你们的党政人士不断接力 最后终于把苏处长给逼死以后 风向一转 乾坤大挪移 好 看我挪移到谁身上 挪移到湘民身上 挪移到假新闻身上 于是又可以搬出 前置言论自由的国安法 NCC马上配合 说要加重罚金 你看这一套操作手法 多么完美 国民党好好学一学 对于民进党的后黑学来讲 人家已经是一百分了 国民党可能还不及格 还是小学生 好 不过我们看到 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明眼人 那么甚至我们来看到 来自外交部内部的爆料公文 会不会可以解读成 蔡英文政府一连串破坏 文官体制的一个反扑的力量 主要这一次针对驻泰代表 同振元 他的基要秘书林紫阳 被媒体踢爆 他没有经过外交特考 就外派 那么同时还月领 13万6千元的月薪 那么当然同振元 也立刻出来货航了 他说其实不舍他 也说他其实工作七八年 那么是钢筋外交部 三等秘书的资格启聘的 而且是所有台湾职员的最低薪 薪水没有15万 就算一算13.6万 这还是底薪 基本的还没有一大堆的 其他的家籍 那外交部也跳出来说 没错没错 因为他符合禁用资格 是这个基要性质人员的需要 而且有五个圆缺 而且现在是由这个驻外机构 禁用基要性质聘用资议 所以他现在是聘雇资议 得免经公开甄选 是这个样子的吗 立刻被打脸了 谁打脸呢 是外交部的这个前驻 纽线代表借文吉 他说根本就是乱来 因为外交部用人是有明文规定了 林紫阳摆明不符规定 他提出了三点 哪三点呢 第一个他现在呢 是属于外管之役 但按外交部的规定 外管之役必须在驻地聘用 而林紫阳是在台湾任聘的 因此呢 他还直接去外网报告 报到这尤为规定 好 第二个来看到 你竟然呢 是这个驻外资议 但是你必须呢 这个有规定 要用专业人士 好 驻泰国的话 你要嘛通小泰文 要不然就是对泰国的 丰土民情政经文化呢 有深入的了解 但林紫阳通通没有 好 第三点 外管之役 要由在驻地由外管聘用 所以喔 因为已经是在当地了嘛 就不能够另外发给穿装费 还有本人及配偶的 副任机票 所以呢 外交部要撤销他的任用 因为不符规定 以及呢 要林紫阳把这些钱 穿装费还有机票钱 通通吐出来 同时追究失职人员的相关责任 好 我想要先请教这个 教授喔 对 这个外交部这摆明了 这个护航到底是不是 那么也跟谢朗宁一样 在睁眼说瞎话 已经被打脸到这个程度了 他还说一切符合规定 这个 照理说是 外交部有明文规定 外交部不能够替他乱掰的 那就初初来讲了 这个白纸黑字嘛 这个姿意呢 一定要是当地的 为什么当初美国也有姿意啊 包括有个曾经做个 做个这个 驻美大代表也有 也是现在国安会民主党的李大为也是姿意 那么沈旅群也是姿意 他们都是这个当地聘用 通小他们都是博士 政治学博士 所以说通小这个当地的政治文化 所以英文又很好 所以他们才能够当姿意 所以说在当地聘用可以 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台湾聘用到泰国去呢 那就不叫不合规定了嘛 第二个呢 这个所谓穿装费 应该是包括穿支和这个制装费 两个都算起来 所以既然是当地的姿意 怎么可以说又拿这个机票 又拿这个制装费 完全不通了嘛 所以说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林子阳呢 什么都不懂 他不懂泰文 不懂泰国文化 也不懂泰国政治 我不知道他请他去 完全仇用性子 不知道什么关系呢 他来头很大 他是管毕林的旅婿 是同政员的学生 这个就是私下的交易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都是属于泄系 当蔡英文做副行人院长的时候 孙昌昌是院长 孙昌的这个资历都比不上谢昌林 所以说何见呢 没有人敢得罪他 加上管毕林现在已经是变成资政立委 所以说地位也很高 所以说谢系当然互相拉抬 这个你假如说就是仇佣 讲清楚的仇佣 但你不能仇佣到管毕林的旅婿身上 你可以仇佣谢昌你有没话讲 这个仇佣在各国都是合法的 对 美国也有仇佣 中华民国也有仇佣 但是呢 你把仇佣到管毕林立委的旅婿上面 就有点太超过了 对于蔡政府而言很高兴 反正她不是她的人 她统统赶掉 她全部要换成她自己的人 所以其实在蔡英文上任之后 不只是这个杨组长 很多在外交 不论是市府或外聘的 很多只要不是预测背景的人 通通都被拔阻掉了 不管到底有没有签约 不管到底合不合法 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 违规不打紧 我们现在发现 博弈这边要爆料说 其实祝英代表处也有林子阳门 没错 没错 对于民党政府而言 这个规定算什么 他们就是规定 他们就是王法了 法律他们写的 其实现在就是如此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同政员这个 其实没有很夸张 这只单纯就派过去而已 可能就是仇佣 因为关系好派过去 跟大家报告一下 中华民国祝英代表处 文化组的组长一位杨小姐 她是外交部经过考试任命 合可过去的 她的 你知道外交部 他们总是四年一圈 对 四年一个约 所以她的约呢 是到今年的2018年的年底才满 但是很妙的是 在2016年当选之后 蔡英文当选完之后 2017年1月 她就被强制的召回台湾来 合约还没有满 被强制召回来 那就违约啊 对 所以杨小姐觉得很怪 她为什么会被硬召回来台湾 我后面再讲 硬被召回台湾来 当时搞不懂为什么 后来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大家知道接任她的是谁吗 接任她的是 想想论坛编辑的助理 赖秀如 她是蔡英文那个时候 想想论坛的助理 所以蔡英文硬拔着她 要去接这个位置 所以她就把这个赖小姐呢 接到我们这个 朱英代表文化组组组长 让原来的组长呢 回来台湾任职 那合约没结束嘛 就把她挤掉了 对 把她挤掉了 那合约没结束嘛 那怎么办呢 这就厉害了 她让我们这个 原来的杨小姐 回到新庄文化部的大门口 负责收发公文 担任收发 她就是坐在大门口 信哪一条盖章 然后转了什么哪个部门 转一个部门 可大家知道这个杨组长 她的薪职 薪等 是比照九支等 也就是说一个月是七万八万的 在门口当收发 那是专业外交官 专业外交官 对 她就每天就是 这个给一组就盖章 给二组就盖章 每天在这边盖章 盖了一个多月完之后 这个杨组长自己辞职 修奋辞职 因为她觉得是最大的侮辱 她们是有专业外语能力的人 怎么会来当个收发 而且在合约都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让她走了 可是对于蔡政府而言 很高兴啊 反正她不是她的人 她通通赶掉 她全部要换成她自己的人 所以其实在蔡英文上任之后 不只是这个杨组长 很多在外交 不论是市府或外聘的 很多只要不是绿色背景的人 通通都被拔足掉了 不管到底有没有签约 不管到底合不合法 对她们而言并不重要 所以我来说 对于我们现在的政府而言 仇佣其实不要说台湾了 全世界都是如此 但是有个最基本的底线 就是用人至少还要为财 你也是找相关的专业的仇佣来过来 可是对于蔡政府不是 他只要是友人 有缺就去了 完全不管你是干嘛的 所以才会让我们现在 那么多年轻人 包括了我们的国外的一些外交政治 状况这么差的原因 为什么日本对我们不爽 为什么泰国 我觉得泰国应该都我们很不爽 因为派过去的 听说泰文都不会讲 不想我派来干嘛 那我不如随便找一个过去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民党政府 真的要检讨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不只是对政府的威信受损 对整个台湾的名誉 在国外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对 公然违规 公然违法 这吃相难看到这种地步 你说让这些 刚刚博弈讲的 这些基层的 专业的外交官情何以堪 所以现在回到 就是最基本的规定 这个事情荒谬到 就是说我刚刚讲说外交部 外交部在这几个世界里面 他永远都扮演一个 叫做什么都不知道的角色 比如说 当这个助态代表叫同政员 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没有没有 你们都说领紫阳 一个月领什么15万 没有这么多 那大家就好奇 讲说那到底领多少 外交部说不知道 不清楚 因为他讲说 按照他们这个做法 有A地区 B地区 什么艰困 爽单位 什么什么的 但是真正对于 又知道一查就清楚 真的对领紫阳 心思是多少 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就更怀疑的是 那领紫阳的这个角色 如果他不是透过外交部的 这个所谓的基要缺 因为如果是基要缺 一样嘛 你有收到公文 你就知道了嘛 那如果他占的是这个缺 按照同政员讲的 说用这个所谓 租外三等秘书的缺 该有多少薪资 怎么外交部 会连这个都要公开讲说 他们不清楚薪资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说 用外交部的说法说 因为他有空留五个圆缺 供外馆的这个 这个驻外馆长 这个基来使用的话 请问 第一个 林子阳有没有完成 全序的这样一个程序 第二个 你外交部有没有拼任公文 就很简单嘛 因为现在大家外界 你讲 同政员一直讲说 没有他薪资很低 他是台湾驻外里面最低的 我告诉你 按照他的状况 你去问外交部任何一个人 他是有办法领到更高吗 他已经就只能领到这样子了 那问题就在于回到这个嘛 你连他到底领多少 外交部都不敢讲 我的老天啊 这不是机密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这两件事情 其实有一个共通的 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连外交部 就完全主管这些事情的 这个单位 被问到细节的时候 通通得了失忆症 而且你就算不知道 你今天要出来开记者会 你都不会想要去查一下吗 你都不会想要去确认一下 讲说对啊 外界讲了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真的还是这样 你们都愿意承认 讲说有有有 五个圆圈里面 给他一个了 那连他薪资多少 都不敢讲 这是机密吗 就陈如你刚刚说的 你一查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唯一 我虽然对整体事件 有一些绿营的人士 他们讲什么 他们讲说 我跟你讲啦 你们不要去看他的这个 什么任用 要看他后来的工作表现 那刚刚就讲了 他的工作表现是什么 不知道 但最少你在任用的程序上面 过去大家最质疑的 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用你的特权 你要去照顾他什么 你就明讲 我还给你拍拍手 但你每天一旦到晚 跟人家讲说 我是符合规定 我告诉你 外交部他们怎么说 而且民主党一向是最 什么都要讲求程序正义的 你把所有的 一大堆的人士规定 帮他量身定做 套在他身上 就讲说这个叫做合理 叫做合法 那我们也讲 那如果按照你这个程序来讲 吴英零那个也合理也合法 那你们干嘛骂他 他也OK啊 你们干嘛去质疑他什么 那现在三万多 三万多要六万而已嘛 对嘛 只有十几万 只有这个差别而已啊 其他要讲什么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这整个事情上面 最荒谬就是行政的主管机关 自己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撞聋作哑 你连你的为你的部署捍卫 你都不敢 没错 任俊讲到重点了 就是民党政府现在好像 对所有的不合理 他们就尽量先拗成合理 那如果拗不过来的话呢 一律都是假新闻 尤其现在打假新闻呢 我们看到 跨部会联合动起来了 尤其行政院民党卓隆泰 昨天到民党中堂会 报告的时候呢 说从五月份到现在为止呢 他们查出了 712则的假新闻假消息 平均一个月有180则 好 结果到了晚上呢 赶快再澄清说 不好意思 算错了啦 好 到现在为止呢 是503笔 所以平均每个月120则 很多人就说 你自己不是带头示范假新闻 要不要罚呢 好 那么至于呢 假新闻有这么多 内容怎么认定 标准何在 在这边 好 什么是假新闻 公党新北市场参选 侯友宜的这一段 反深澳电厂的影片 广告 因为烟团冒冒黑烟 台电立刻跳出来说假新闻 移花接木 是啊 这个台中 林口发电厂也都没有排放黑烟 天空一片湛蓝 那么还说这个深澳采用超超零件 机组未来只会更好 所以侯友宜造假 好 那再来看到呢 我想我们的这个羽球球后啊 这个小黛黛茲 你自己都傻眼吧 他自己在脸书上的发的新闻呢 也被说是假新闻 而且他说什么 他不就是希望 我们检讨一下我们的体育环境吧 真的有待加强 好 那么提到了 之前参加亚运的时候住宿问题 那么当时呢 相关单院也回应了 说考察 考量安全层面 必须经过现场实定考察 才能设立我国代表队的中继站 等等的 当时也回应了 好 回应的这个东西 最后通通行政员也给他算进假新闻 那么政治包括这也叫假新闻 日本人踹慰安妇同乡千真万确吗 好 内政部说明查案进度 也把这列为假新闻 好 也被盘点到了 那么包括蔡英文就说 因为呢 假新闻和他们选情不好啦 影响选情搞得乌烟瘴气 我们要有信心不要被抹黑 栽赃给影响 好 这现在民党现在反正就是 只要对他们不利的通通是假新闻 所以惠霖你看到 那卓龙泰 卓龙泰一开始就是假新闻喔 那他要不要自己先罚两百万 就是 反正现在就是只准周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 讲白了就是我官员爱怎么讲都可以 包括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苏处长之死 潘梦安的真新闻 明明就是帅团去了大阪 然后因为苏处长自杀了 他怕舆论把箭头指到他身上 立刻叫他的手下 请外交部 我们说我没有逼你喔 我只是请你撤文而已 那为什么要请 你就做贼心虚嘛 你知道他在最忙最忙的时候 你还带了一团 还说他只有在那边停留了 一个小时讲完话就走了 他到底是不是停留 一个小时讲完话就走了 还是要帮你那个团安排很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如果要祭出国安法 来对付假新闻 也就是对付所有的异议分子 所有反对民进党 认为民进党施政不利的新闻的时候 我建议硕及既往吧 我们知道民进党是假新闻的祖宗 什么是假新闻的祖宗呢 包括赖清德在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说如果两岸直航 就会木马屠城 是不是假新闻 包括谢长廷在推动ECFA的时候 他说如果ECFA签约了 就杂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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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 今天要送到黑龙江 请问是不是假新闻 如果要问造谣抹黑啊 全世界民进党如果说他是第二 没有人敢说是第一 所以既然你要祭出国安法 来对付异议分子 纽约时报也讲 他说只有独裁者 才会钳制言论自由 这个话当然是对着川普讲的 但是比照蔡政府目前的作为 我认为川普连蔡英文的车尾灯都追不上了 明目张胆到这种地步 我现在认为蔡政府里面 不是只有一颗老鼠屎 绝对不是促转会里面那一颗两颗老鼠屎 而是整锅都是老鼠屎 找不到一颗粥啊 如果年底选举 老百姓还不能觉悟 把这个所有施政不利的现象 都推给假新闻的蔡政府 推给在野党 推给天灾 推给对岸 如果老百姓还要用选票 继续支持这个政府前置言论自由 那对不起 总有一天 南部发生任何灾情 都没有办法在任何的媒体上面呈现 那我只能说是老百姓自作自受 一个讯息也许百分之九十五 通通都是正确的 但是可能百分之五 有讨论的空间 民进党就会说 这个是假新闻 我们就不用再回应了 我们都是被假新闻害的 所以假新闻就变成民党的浙修部 只要把事情推给假新闻 他就不用去面对这件事情 他随便胡搞瞎搞就可以 反正只要是我听不爽的 不利于蔡政府的 通通都是假新闻 那么 可是我觉得是怎么样 是把人民当白痴吗 这个愚民政策要做到这种地步 对 人民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像蔡英文她自己讲这句话 她说假新闻和谣言 把选情搞得乌烟瘴气 这句话就是一个假新闻 因为绝对不是假新闻和谣言 把选情搞得乌烟瘴气 是民进党政府 把国家治理的乌烟瘴气 让他们的选情很低迷 所以这句话就是一个假新闻 我建议他赶快放到行政院的 谣言澄清专区去 如果没有放的话 代表说这个澄清专区 是只放对民党不利的讯息 不会把这些高官讲的 这些垃圾话放进去 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假新闻怎么会变成民进党的遮羞部 好像民进党做不好的事情 只要推给假新闻 他就不用去回应 不用去解释了 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话题 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可进可退 进可攻退可守 变成这样啊 就变成这样 像刚刚我们讨论那个话题 就是管碧莹的女婿林梓阳 他在担任助太代表的基要 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很值得讨论一个事情 讨论面向有很多 包括他够不够格 包括他符不符合体制 他能不能领这样的薪水 他是凭什么被任用 这都很值得讨论的 可是蒋碧莹就一句话 哎呀这个是假新闻 好像就没事了 所以一个讯息 也许百分之九十五 通通都是正确的 但是可能百分之五 有讨论的空间 民进党就会说 这个是假新闻 我们就不用再回应了 我们都是被假新闻害的 所以假新闻就变成 民进党的遮羞部 只要把事情推给假新闻 他就不用去面对这件事情 他随便胡搞瞎搞就可以 这个对民主政治 是一个多大的伤害 以前这个美国的 民主的学者就讲过嘛 他说即便是有一个言论 他可能最后被证明不是正确的 但是他可以让当局者 透过辩论去澄清去解释 让大家更了解他的立场 这才是一个民主的一个真谛 可是我们发现假新闻越打 好像爆料的怎么越多啊 对 越打就爆料越凶啊 就是代表说这个政府 的确是做实在太烂了 像刚慧莉也提到嘛 就是因为屏东县政府的官员 居然可以压破里面公务员 一定要去做选举 那让大家真的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也看不下去说 你一直推给假新闻 其实是你的自己的问题啊 民进党应该要把自己的问题 解决才好 把他们下修了 他们是120分吧